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共面临的战争呢 可能不止一面啊 很有可能同时面临两面战争 到底是哪两面战争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在中印刚刚告一告段落的时候呢 出现了另外一件大事啊 中印之间不是之前发生冲突 然后缓和了一段时间 结果现在又发生冲突了 搬公斧陷落 然后呢随后中共呢 又跟印度签了一个什么协议啊 就是两方会谈说暂停冲突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但是呢谁也不知道这个能够迟迟多久了 但是就在这个刚刚缓和的时候呢 结果呢台海又出事故了 到底出了啥事啊 好像是这个东沙岛出现问题了啊 就是中共以东沙岛作为一个这个 尊师演习的这个目标啊 先是派大量的这种 大家看到这个图片的这种 呃民用的这个权支在前面 然后呢他们这个尊剑在后面 这个这个招数实在是太下三滥了啊 中共一下就是真的是把老百姓当做炮灰啊 和所谓的他们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钢铁长城呢 对吧 他们认为老百姓 这个就跟古代那个打仗一样 这个驱赶平民百姓在前面 当炮灰一样的啊 这个实在是太恶劣了 然后呢他们呢就是从几个方面去包围台台湾的这个东沙岛 大家来看这个东沙岛这个在地图里面是 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 看到没有 他几乎就去于这个 呃这个南海 还有大陆台湾 以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中间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战略要地啊 估计中共是很想拿下这个东沙岛 然后呢 以这个岛 对吧 这样他拿下这个岛呢 他几乎就可以做跳板 尽可以进攻台湾 本土 然后呢退也可以守住这个要害部位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沙岛 呃 我们看到这个东沙岛左边的这个地图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东沙岛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应该跟大家提到过 我当时就说东沙岛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 第一个爆发战争的地方啊 因为这个战略要地实在是太大了 果不其然现在东沙岛被中共看上了啊 就是尊师演习就是以这个为目标 然后呢 呃搞得这个台湾和美国这边也比较紧张了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尊师冲突 如果说稍微一擦枪走火的话 这个就这个这个冲突就很很严重了啊 那么东沙岛 会不会是台海中大事件的起点 也就是这个未来人预言的这个台海中大事件 会不会是从东沙岛作为一个起点呢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当然具体这个 什么时间会爆发成事故 然后重大事件 那谁也说不清楚 恐怕也只能参考这个未来人预言的那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但是呢 中共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呢 陷入了两面战争呢 啊 刚才我们说两面战争至少一面就是在台海 对吧 另外一面就是在中印之间 但是按照中共的现在的这种实力啊 就包括他的这个这种腐败带来的这个尊士层面的这种 这种塌陷呢 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演习也好啊 还有各种秀肌肉也好 对吧 几乎都可以说是给老百姓看的啊 就是吓唬国内老百姓啊 中共或者说啊一习惯的就是 镇压国内的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有效和卖力 对吧 就就就就拿着武器对付贫民嘛 对不对 那当然的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 他们说要对外表达什么强硬啊 最多也就是做给老百姓看一看 我估计他们也不敢啊 尤其是你比如说对印度对吧 啊 我们刚才说这个告一段落 结果呢 随后就爆出新闻说这个 啊 印度又从那个什么亚投行又借了几十个亿啊 几十个亿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等同于这个 啊 中共花钱这个贿赂印度吧 就是让你别打了别打了我就多给点钱给你嘛 对吧 这不就跟过去的这个清政府他们所宣传的这个清政府什么割地赔款 一样的嘛 对不对 他们自己其实也在搞这个东西嘛 为什么呢 其实本质上来说原因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控制老百姓 对吧 其实他们并不在乎说哎呀 啊我丢了一点钱给海外或者什么任何别的国家 对吧 啊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 呃什么卖国求荣或者什么之类的啊 他们就说别人是这样的啊 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呢就是为了继续能够鱼肉百姓 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对吧 所以对海外呢 他们一向就是用这种手段就是花钱收买嘛 对不对 就是有点像一个天天在家里家暴 呃搞各种暴力的这个 这个这个 一个人对吧 然后呢对外呢就是各种讨好 就是跟他跟他们说啊 只要你不说我啊 我就继续给你们钱啊或者什么东西对吧 然后呢他们就继续在 家庭内部呢就欺负自己的老百姓 欺负自己的家属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恶霸流氓 对吧 中共其实就是有点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一样 所以呢 他根本就不敢 更不可能 说所谓的陷于两面战争 对吧 所以他对印度呢 肯定是 一再的去 软弱求和啊 这个 这个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是呢 有一点点大家需要注意就是他们会不会说是对台湾也去采取这种态度呢 显然是不会的啊 显然是不会的 因为中国一向有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 林欲友邦不欲家庐 对吧 呃 他们可能对台湾呢就是也觉得就是有点有点这个像家驴的这个这个这个看待啊 当然台湾怎么可能是中共的家庐呢 是吧 呃 所以呢 他们就是就是用这种态度啊就是绝对不会对台湾进行什么呃 所谓的这个求和啊 所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来看的话很有可能 继续对印度去求和 然后呢 台海很有可能变成中共的一个重点或者说从现在的大家的看他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所有的这个行为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其实就是想抓台湾这一个重点 为什么呀 他就是想通过台湾继续提高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然后以所谓的这个呃统一作为一个威慑继续威慑国内 然后呢 给这个呃 习包子带来更高的威望的一个手段吧 对吧 这就是他所要的 当然他跟印度打仗 肯定想着哎 跟你打仗也没什么意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损失又很大 危险又很大 对不对 他肯定不会打 但是台海很有可能会变成中共的一个重点 这样的话呢 台湾的同胞们一定要小心啊 中共随时有可能会发疯啊 搞出一些变态的事故啊 这个真的是大家需要小心的 好 今天的话题讲到这儿 现在的收看 再见